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这场天降横货 主帅李楠的脸上不满失落和茫然 而赵基伟则更是绝望 昨晚 赵基伟通过个人社交平台 倾诉着自己糟糕的心情 我非常热爱篮球 但是篮球可能不热爱我 我对你那么小心翼翼 百般呵护 你对我却那么残酷 我知道这是所有运动员都会面临的问题 但是我承受太多 三处骨折 两条韧带断裂 我选择面对 选择击败你 我会回来 会好好的站在你面前 一定 赵基伟这段微博上的文字 让人独来心酸 赵基伟在上述这段文字中 配上了一张自己小时候打篮球的照片 以表达自己打小队篮球的喜欢和酷爱 显而易见 赵基伟的再次受伤 使他在身体和心理上都承受着巨大压力 职业生涯三次骨折两次韧带断裂 这样的遭遇非常人所能忍受 待年轻的赵基伟一次次选择挺了过来 我选择面对 选择击败你 我会回来 一定 字字撇血 让人泪目 无庸置疑 赵基伟关键时刻的银商缺席 对中国南蓝的打击和影响非常大 在此 我们一方面希望南蓝红队能尽快调整 在亚运会上取得好成绩 同时也祈福赵基伟 能尽快走出伤病 困扰 加油基伟 不屈的心 苍天不灭 我们等你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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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